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你是否觉得每个月的薪水都不够用呢? 或者是就算你每个月狂加班赚钱还是觉得少呢? 那为什么大部分人看过了《穷爸爸富爸》这本书 还是没有达到财务自由呢? 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我将会告诉大家如何摆脱贫穷的三个方法 我会把复杂的内容化为简单的内容 无私告诉大家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慢慢走向财务自由之路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你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 你将会有所改变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简单来说资产就是钱进去你的口袋里面 负债就是钱跑出去你的口袋了 我可以举例 你可以试想想的下面情境 你会更加了解谁会比较富有 穷爸爸的状况 拥有市值2500万的自由住宅 但是还有2000万的贷款 每个月需要缴款金额5万元的房贷 而富爸爸状况 拥有市值仅100万的铁皮屋 但他租给他人居住 但持续每个月会有2万元的租金收入进入口袋 虽然表面上穷爸爸看似非常有高价值的房屋在手中 这时许多穷人会误以为 穷爸爸比富爸爸有钱 但是接受过真正财商教育的人 从现金流来看 真正有钱的人应该是富爸爸 即使拥有的一间破旧的铁皮屋 只要是能够把钱放入口袋中的东西 就是资产 所以你一定要先懂资产与负债的差别 你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再来就是象限何谓象限呢 用图形简单解释 一象限代表员工 员工的稳定性很高 但是努力换来的回报是一次性的 世界上有将近9成的人是员工 他们各个都是公司的小螺丝钉 每天朝9万5替公司赚钱 唯一的要求就是回报那个每个月固定的薪水 象征特性 员工通常使用大量时间与劳力 换取每个月的固定薪资 也是大部分人的属性 第二就是S象限代表自顾者 自顾者通常需要较高的专业度 例如牙医律师老师等等的 自顾者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象征特征就是自顾者通常和员工相同 需要大量的时间与劳力换取酬劳 但是单位的抽套通常会比较高 再来第三项线就是企业家 B项线 企业家很多时候是从自顾者转变而来 原因是当自顾者发现自己的时间不够时 就会开始用钱换取他人的时间 并且自己建立一套系统替公司赚钱 这个项线的人通常也是会最少的 毕竟创业开大公司的风险极高 更何况还要把企业经营得好更是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相对成功的企业家却能够获得非常大的报酬 象限特征企业家倾向用金钱买员工的时间替他工作 那最后一个象限就是爱象限投资人 只要是利用资金从事各种投资行为的人 就是投资者 例如股票债券等等 但是要成为真正投资者是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 并且可以不用再依靠时间与劳力换取任何的金钱 真正的投资者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 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而不是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时间拿去工作和自己不喜欢的劳动 象限特征 投资人让金钱替自己工作更赚钱 这样是否了解清楚了自己在哪个象限 并且有目标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当然不是辞职创业风险太高了 可以考虑先往投资人的方向去发展创造被动收入 也是比较保守安全的 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 而作者从小就有两个爸爸 一个穷爸爸会跟他说 好好念书 将来找一份稳定工作 而另一个父爸爸就跟他说 千万不要为钱工作 而是让钱为你工作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学校的老师给学生们的观念就是 好好念书 上学 考高分 将来出社会找一份好的工作 代表 代表穷爸爸给小孩的观念是要从 一向线员工 以及 S向线自顾者持续的工作 用劳力换取金钱 而富爸爸给作者的观念是 好好上学 毕业后找份工作 学习投资者 等于是 I向线 或者以后当个企业家 B向线 持续创造现金流的收入 我再举个例子 或许你们会听得更了解 举例 长大后 你想要运水还是造水 以前有个奇异的小村庄 村庄里除了雨水 没有任何的水源 除此之外 这里的人们生活的好地方 因为要解决水源的问题 村里的长者决定 对外签订一份送水的合约 以便每天都有人把水送到村子里 有两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于是长者将这份合约 同时给了这两个人 因为他知道 一定的竞争将基于 地域维持价格的低廉 又能确保水的供应 必要时还可以互相补充 得到合约的两个人中 一个叫爱德 他立刻采取行动 他买了两只镀星的大号钢筒 每日奔波于一里外的村庄湖泊之间 从湖中打水 并运回村庄 再把打来的水 倒在由村民修建的大蓄水池中 每天早晨 他都必须起得比村民更早 以便于村民需要用水的时候 蓄水池中已有足够的水供他们使用 由于早起他那些工作 爱德很快就开始赚到钱 尽管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 但是爱德很高兴 因为他能不断赚钱 并且能够拥有两份专业合约中的一份 而感到满意 另外一个获得合约的人叫做比尔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自从签订合约后就消失了 几个月来 人们一直没有看过比尔 这点更令爱德感到开心 因为就没有人跟他竞争了 等于赚到所有的水钱 比尔去做什么了呢 原来比尔没有像爱德那样也去买水桶 他做了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 借凭计划书找到四名投资人 和他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并雇佣一位专业经理 六个月后比尔带着一个施工团队 和一笔投资回到村庄 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比尔的施工队 修建了一条从村庄通往湖泊的不锈钢水道 在完工典礼上 比尔宣布他的水比爱德的更干净 因为比尔知道有许多人抱怨爱德的水有灰尘 比尔还宣称他能每天24小时 一星期七天不间断的为村民提供水源 而爱德却只能在工作日送水 因为他在周末同样需要休息 同时比尔也宣布 对品质更好 供应更为可靠的水 他收取的价格 更比比尔的还要再低于75% 于是村民们欢呼却要迫不及待回家 拿水桶来接比尔提供的水源 为了与比尔竞争 爱德也立刻将水降价于75% 并且又买了两桶水 开始一次运送四桶水 为了减少灰尘 他还为每个桶都加上盖子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雇佣他的两个儿子 以便在夜间和周末夜人工作 当儿子们要离开于村庄去上学时 他对他们说要早点回来 因为有一天这份工作将属于你们 基于某种原因 他的儿子毕业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爱德不得已只好雇佣员工 但又遇到令他头痛的员工工会问题 工会要求付更高的薪水 提供更好的福利 并且要求减轻劳动 允许工会成员每次只运送一桶水 此时比尔却在思考 如果这个村庄需要水 其他类似环境的村庄一定也需要水 于是他重新拟定商业计划 开始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村庄 推销快速、大容量、低成本 且卫生的送水系统 每送出一桶水他只赚一便士 但他每天能送几十万桶水 无论他是否工作 几十万的人都要消费这几十万桶的水 这些钱也流入了比尔的银行账户中 显然比尔不但开发了死水流向村庄的管道 而且还开发了一个死钱流向钱包的管道 从此以后比尔幸福地生活着 而爱德的余生能再拼命工作 最终还是永久陷入财务问题 故事就是这样结束了 原来比尔和爱德的故事一直指引着我 每当我要做出生活决策时 这个故事都能给我帮助 我时常会问自己啊 我究竟是在修水管道 还是在运水 我是在拼命工作 还是在聪明地工作 听完这个故事 是我发现他们两位的差别 不同意在于思维 我永远记得有一位主持人啊 他访问着作者Robot Giyatsky 他说当时穷人们对自己说 我买不起了 我做不到了 我承担不起了 我没有时间了 我没有时间健身 这是一种逃避的心理 意思是说 我承担不起是很容易的 然而 我的父爸爸怎么说呢 How can I flow it How can I do that 他说 移问句忽然来打开思维的模式 而乘数句则会封闭你的思维模式 当你说我承担不起 你的思维模式已经被困住了 所以现在大家遇到问题 可以开始以问句来问自己 生活上会有大大的改变很多 总结 第一 你一定要懂得 你现在主要是在买资产 还是负债 第二 现在处于什么向线 我该往哪个方向走 第三 创造自己的现金流 好的 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给我 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只要找到有一两句 有用的话 能够让自己生活上过得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知识 自我提升而达到财务自由的免费讯息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祝福兄弟姐妹们 能达到财务自由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